南韩演艺圈月前才爆出 歌手拉币造假兵力 逃避常被兵役 引发南韩军重踏伐 经营演员蔡中协受访时 也针对自己已年届三十 人为服兵役的原因做出了说明 根据韩媒报道 蔡中协公开自己是因癫痫 被判定免除兵役 该为战时劳动役 他表示在21岁之前 留学南非时 首次出现运导症状 但当时以为是减重过度造成的 因此没有太过在意 直到后来在拍摄棒球大联盟时 才经医生诊断为癫痫 蔡中协强调 他知道服役是个敏感话题 因此为了能造成服兵役 曾努力的管理健康 但体检时人没有通过 被判定暂时劳动役 他也透露自己目前人在服役药 而蔡中协虽然知道公开病症 可能会对自己带来一些影响 不过南韩人是否逃避逼怨这点 蔡韩国是相当被重视的一环 于是为了说明自己无法服役的原因 他仍选择公开病情